哈囉大家好我是楚喬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是一個 玩...應該也算是玩遊戲 玩東西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你可以看到標題 它叫做Yummy Nummies 那這個東西呢我解釋一下 它就是自己用一些粉做出食物 那這個食物就是它很類似糖果的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它吃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聽說就是很不好吃 我有看我朋友做過壽司的 但是它是在台灣的博客來網站買的 就是台灣的博客來網站也有這個 也有可以賣這個類似的東西 但我這個是在澳洲的玩具反抖層買的 我會買兩盒 一盒是甜甜圈 一盒是雞塊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我朋友說 它吃起來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朋友說它就是做出來是壽司的樣子 但是它吃起來是糖果 所以我就很好吃這個吃起來怎麼樣 然後這個台灣應該叫食碗吧 之前有一個網友留言給我說可不可以拍食碗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食碗是什麼 就是食物的食玩具的碗 然後後來它才說就是類似就是可以自己做 這類的東西的玩具 我才就是知道原來它在說Yummy Nummies 那Yummy Nummies已經很多國外的YouTuber已經拍過 就是有做過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興奮的可以來做做看 但是我不知道我覺得要我吃這個東西 比要我吃眼影還要更害怕一點 然後不管 但我覺得這好像在有桌子上的地方做比較好耶 不然我移動一下好了 我現在移動到我的廚房 然後就要來開這個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它這個貼超緊的 一大堆膠帶 它裡面呢 就是有說明書 還有一堆東西 它這個有很多耶 你看 它有這麼多東西耶 過了之後還有看到其他東西的話 我再買來做做看好了 它還有附這個耶 可以裝它的那個袋 超可愛的 接下來我就是要 試著去做它 感覺很複雜 好不想讀這些東西喔 其實也很複雜 它就是這樣 但是我就是很不想要讀 讀這些東西 首先呢 它說 把東西都打開來 然後要把這個東西剪一半 所以我現在要來把它剪一半 剪一半了之後呢 給打開 這個是做甜甜圈的麵粉 甜甜圈的東西就對了 把它 加在 這上面都有號碼 加在1號盒裡面 加 7匙 然後它的湯匙有分大小的 喔 它這兩頭都是湯匙啦 然後一頭是用來加 就是它跟你說要加7匙這個粉 然後加4匙水 看起來真的是 不是很能吃的東西耶 1 2 3 4 5 6 7 好 7匙加好了 這樣子應該拍得到我和桌子吧 用後面這個方形的 加4匙水 1 2 3 4 用這個湯匙攪拌 看起來很噁心耶 它聞起來一個 不是很好聞的一個味道 我應該都已經 聞好了 它聞起來真的還蠻噁心的 一點也沒有像甜甜圈的味道 再混好之後呢 它說 要把它 平均的放到這5個模型裡面 這個很難平均的放進來啊 好黏的感覺 這真的可以吃嗎 而且這個不夠5個吧 不知道是我塞得太滿還怎樣 它真的不夠5個 所以我決定我就做4個就好了 因為你看 剩這樣子 根本就不夠5個啊 然後它說要去 用微波爐加熱15到20秒 所以我現在要去加熱 我加熱18秒 然後你看 它真的膨起來了耶 所以我覺得 我剛剛應該是放太滿 因為它會膨起來 所以其實不用那麼滿 就可以做5個的 現在聞起來真的有一種 類似麵包的味道 有點怪 然後他說要讓它 涼一分鐘 所以我先讓它放在它旁邊涼 接著他說 倒入這個 肉桂的 肉桂糖 肉桂口味的糖 其實我不喜歡 很不喜歡肉桂 但是沒辦法 倒3匙 其實啊 它裡面剛剛跟你講要加7匙 就都還會有神 所以應該是可以 玩兩次 嗯 它聞起來就是那種 叫什麼 巧拿棒 吉拿棒還巧拿棒 一樣嗎 它們 反正就是那個東西的那個 那個味道 然後他說加3個 圓湯匙 它沒有要加水 它反正就是 你全部倒出來可以 因為它只是要讓它平鋪 在 這個 裡面的 因為要用甜甜圈去沾它 平鋪在這個上面就好了 就是要把這個拿出來 然後去 沾 這個 肉桂粉 拿出來 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 它摸起來那種 很像 叫什麼啊 那種有一個東西 甜的 蛙粿的感覺 它的那個質感很像 很像蛙粿有點QQ 軟軟 然後呢 他說把它 就是沾這個 兩面都要沾 這樣子 就完成了 它有附這個 一個袋子給你 可以把它裝進去 對啊 我覺得其實不用放那麼滿 因為你看 這樣拿出來 它其實 上面是 是圓的 但是底下沒有 然後這個我沒有鋪好 有點 坑坑洞洞 那這個呢 就是我做好的 甜甜圈 接下來呢 我就要試試看它到底吃起來怎麼樣 我真的 覺得吃這個 叫我吃眼影 我還要緊張 我覺得它不是 它不是不能吃 但是它 它不好吃 就是它有一個 算是麵粉的味道嗎 就是它那個甜甜圈的那個 那個麵粉味 真的怪怪的 但是它吃起來是甜甜圈 那我現在就真的很好奇 雞塊的那一 我買的雞塊的吃起來到底怎麼樣 如果你還有興趣想要看雞塊那個 做起來 吃起來什麼樣子的話 就幫我把這個影片按讚 如果很多人想要看那個 雞塊的話 我應該就趕快錄 然後趕快剪好上傳 但這個真的 它的口感也蠻像碗粿 就是有點 像麵包 但是又有點Q 我真的覺得 它不好吃 它不難吃但是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做這個是 是有點樂趣在 但是它不好吃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今天 做這個 迷你甜甜圈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是你很想要看雞塊的話呢 就不要忘記幫這支影片按讚 然後每個禮拜二 禮拜五晚上 半夜班都有朋友方式影片 所以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 還好